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自從1984年創會至今 已經邁入第30個年頭 今天他們宣布 今年校友會展開一項新的活動 把公益的觸角從南加州延伸到臺灣 在網路上對臺灣有需要的學生 進行免費的越洋英文教學 就是為了想幫助母國的學生增加國際競爭力 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從去年年底開始 就有校友從網路上利用skype 對臺灣中南部高中以及大學生做一對一的英文教學 發起人林山表示 現在已經有四位南加州的北一女校友 在網路上教導六位臺灣的學生 我們希望讓跟我們講話的臺灣年輕學生知道 美國式的英語的口語說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同時呢它是很有趣的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在美國二三十年的生活經驗 來跟他們聊這個英文 另外從今年四月起 校友會也將參與臺灣博幼基金會 財團法人機構的活動 對臺灣偏遠弱勢的國中學生 進行越洋英文輔導 北一女校友會希望能夠喚起全美更多校友 一起當越洋英文輔導義工 現在連許多校友的子女也將陸續加入這項希望工程 18台新聞 黃明儀 宋小雲 洛杉磯採訪報導 大陸續集團 大陸續集團 大陸續集團